白色底毛 翅膀跟颈部环绕黑色羽毛 头上顶着红色圆圈 一只只丹顶鹤在黑龙江自然保护区拍着翅膀自由行动 鸟笼中一名工作人员快速地抓住丹顶鹤 另外一位兽医则手拿针筒要帮丹顶鹤打针 丹顶鹤不停挣扎还用长长的鸟会往兽医脚上戳 怕打针的可爱模样让工作人员觉得好笑 保证他这个保证这个镇面的那个温度 台湾情流感爆发的同时大陆也在做防疫工作 候鸟可能带员情流感丹顶鹤虽然是候鸟 但也是大陆一级保育动物 所以施打疫苗更加重要 一看到兽医接近疑似因为害怕打针也怕痛 丹顶鹤立刻张开翅膀往上飞 但如果被兽医抓到还是得往胸口上打一针 透过施打疫苗希望能够抑制情流感 只是没想到丹顶鹤竟然也会害怕打针 记者曹文生台北报道